我惊奇地看着如雪 怎么再一次的 又是她知道 她仿佛洞悉了这里的一切 她刚才说话的语气 就如同是在背诵一般 又如同在很痛苦的思考 抑或着是在仔细地聆听 总之这一切 都是说不出的怪异 这让我心里的不安 越发地重 重到了我甚至忘了问 是什么东西在呼吸 在排泄会是这个样子 可在这时 如雪握住了我的手 轻声说道 诚意 我有些害怕 害怕这些突然的东西 其实我的脑海 却要老是走神 就像刚才 我脑子里不停地想着 那个虫子能反噬什么 反应过来你去抓虫子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诚意 我觉得我快不是我了 我轻轻地拥住了如雪 我也很不安 可是我嘴上去说着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是一个多么妄撞冲动的人 我不去抓虫子了 那才不是我了 说明这一切都没有变 你也没变 莫名其妙的事 咱们还遇见得少吗 卢雪的身体有些微微的缠断 却忽然间 她把我抱得更紧 爱情虽然在任何时候 都可以折射出她独有的光 以及散发她温暖人性的力量 可我和如雪也清楚 在这里并不是缠绵的地方 况且无老鬼那张脸 已经快处到我跟前了 她那脸皮极厚 神经又粗 觉得要看这个热情 根本就不顾及我和如雪的感觉 看着她摆出一脸羡慕 却又实在猥琐的脸 我还真没办法和她生气 值得在如雪松手的同时 也轻轻地放开了如雪 就如成心歌所说 我们或者真的 已经把这里 当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事件 又再次放肆 而痛快地发泄自己的情感 我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 却是老张说话 不是啊 如雪丫头啊 你既然啥都知道 能不能知道 咋才能从这黑咕隆咚的地方出去 如雪摇了摇头 很多想法是很好人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知道什么 这话说得挺绕口的 可仔细一想 却又觉得匪夷所思 我自问经历丰富 看过的点击也不少 就是独独不知道 如雪这个算什么情况 我曾经一度的怀疑 她的身体是不是在不小心的时候 挤入了一个陌生的灵魂的潜伏 左右着她的心 用自己的记忆影响如雪 可是刚才和如雪的那一个拥抱 却打消了我的这个怀疑 我悄悄用一个小法门试探 如雪的灵魂很正常 没有出现一体双头的陷阱 如雪这么说 老张成 我们在这里只能看见小范围的距离 也不知道这里到底有什么 不敢轻取妄动 这个时候还能咋办呢 我看着面前飘来荡去的无老鬼 看来也只能是依靠她了 毕竟无老鬼是灵体 遇见危险的情况小多了 而且灵体逃的也是极快的 有养红罐在成心哥那 关键的时候 我还能瞬间的就把无老鬼给弄回来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灵体看事物是不用看的 是灵魂直接的感应 她呀 不受这黑暗的影响 想起这一出来我心里就憋怒 我是太把无老鬼当个人了 当时她在通道里边尖叫 我下意识地就去救她 却没想着找成心哥拿来养红罐 把她给弄回来 自己被白白地中了一个人 睁开眼还看见一个满脸疙瘩的无老鬼 想到这儿我的语气又不够了 很直击地就对无老鬼说到 老沃 去找他 无老鬼自然不满 相处熟了 她也不是那么的怕 嘴里边嚷着 让老人家行动 也不知道客气一点 你可真是的 下次跑腿该收点钱了 老张是难得幽默一回 收纸钱吗 好嘞 出去以后 给你烧个十斤八斤的啊 让人如雪丫头 见上姐姐妹妹的时候呢 又不说自己是老人家了 老张的话让我们全部都笑了起来 这时候我才意识 那种能畅快地笑的心情 对于人生是多么的重要 那是一种最大的自我开解 就如同现在 在这种环境下 一笑之后 我竟然心中又平和而敞亮了起来 无老鬼取着灯了 我们几个人起地而坐 这地也是上好平整的青石块 铺就而成的 坐着倒也舒服 首先开口的是成心哥 显然他没有忘记那个话题 如雪 讲讲你知道的 什么东西都呼吸啊 我很好奇啊 如雪靠着我 到了这里之后 这种亲密 好像已经日渐地成为了习惯 听到成心哥的问题以后 他也没有犹豫 开口说道 我们华夏是一个渊远流长的古文明 神秘奇怪的事情很多 但还有一个没能很好的延续下来的古文明 也很神奇 那就是埃及的古文明 我听完之后就笑了 然后我说道 如雪 咱们是在东北老林子里 你咋还扯到埃及去了 如雪掐了我一把 你就不能听我说完啊 这样的动作 以前的如雪是绝对不会有的 她总是太过清朗 反倒是现在的她呀 多了很多趣味 我也乐得这样 尽管被掐得有些疼 脸上却笑得很是开心 如雪不理会我 继续说道 人们都以为 古苗是玩虫子的专家 其实古埃及的那些大祭司 巫师 也是玩虫子的高手 只是它们的祖肉术 更为出色 也善于利用其他的 嗯 其他的一些动物 所以这一点 倒没有被人们怎么注意 可这也是不能掩盖的事实 那 然后呢 老张这时候又习惯性地 拿出了汗烟来 出来扒得上来 闪烁的红光映照着他的脸 忽明忽暗 那好奇而极浅的神态 是那样的真情 我估计他是在骄傲 这片老林子 还能跟埃及的古文明 扯上了关系 其实 我说埃及的事情 并不是说 和我们现在所在的老林子 有什么关系 只是想说 曾经在埃及古文明的秘密记载里 有这么一种虫子 它来自地狱 吞噬一切 包括不灭的灵魂 在那里 最严厉的惩罚 就是被这种虫子吞噬 如雪 你是想说 我一下子联想起 刚才我们遇见的那种虫子 莫非就是古代埃及人 秘密记载里的虫子 能这么神奇吗 埃及也有这种虫子 在那时的我 又怎么可能想到 如雪在今时今日所说的话 在两年以后的一部电影中 就展现了出来 那是一部关于古埃及探险的电影 电影中就出现了这么一种虫子 相当的类似于 如雪在这时描述的虫子 在人们纷纷感慨这部电影 想象力神奇的时候 我却感慨一切电影中的一切 运用的资料 未必就不是真实的写照 即便它是夸张的 面对我的提问 如雪说道 是的 我之所以说古埃及 是因为这种虫子在那边 有明确的记载 在我华夏 却没有什么太明确的记载 在我们寨子 却隐约地 似是而非地记载了一下这种虫子 在我们那里 这种虫子叫做黑虫 黑虫 一听到这名字 我留下了一头冷汗 这算名字吗 这天底下黑色的虫子就多了去了 嗯 是叫黑虫 并不是说它是黑的 其实它本身的颜色 应该是接近于泥土的一种黄色 在记载中 它一旦有了吞噬灵魂能量的能力 它就会在呼吸中排泄 排泄出灵魂里的负面情绪 这些负面情绪在积累多了以后 就会渐渐化为实质的黑气 所以 它们就被称呼为黑虫 如雪说到这里的时候 忽然就好像很难受 她用手轻轻地敲敲额头 仿佛是头这一会儿很疼 如雪 你怎么了 如雪靠在我的身上 我自然就发现了如雪的不对劲 连慢问道 如雪猛地抬起头来看着我 忽然异常地害怕地说道 承衣 我是怎么知道古埃及的文献中 有记载这种虫子的 一听这话 我一下子就瞪大了眼睛 难道不是如雪本身就知道的吗 承衣 我们这次没有记录过黑虫 承衣 我是怎么知道的 如雪的情绪 刹那间就有些失控了 显然自己刚才说的 理所当然的事情 忽然反应过来 这些自己已经根本就不知道 而且和刚才不同 自己还不知道这记忆是什么时候插起来的 那是一幅多么让人惊慌的场景 不仅是如雪 我也慌了 换成当年还是在黑夜苗寨时候的那个我 说不定就会染出来 是谁在害如雪出来拼命了吧 可是现在我却清楚地知道 我不能慌 我一把抱紧了如雪 轻轻地帮她揉着鹅脚 尽量揉声地说道 如雪啊 你听我说 这是很正常的 你也知道 我们的传承断了很多 可能未必没有祖宗 能在我们的灵魂里 烙下烙印 打个比方说吧 啥火都能影响我 让我偶尔感受到她的记忆 你说对吗 别怕 寨子里的大巫如何厉害 你不知道吗 那大巫祖先呢 回去再问问清楚 毕竟你提起了寨子 这应该是灵魂的烙印吧 我太明白了 其实我这番话虽然有根据 但胡扯的成分更大 若是能够这样传承的话 这种现象绝对不会只发生在 如雪一个人身上 但除了安慰 稳定她的情绪 现在我也不知道 该从哪个方向入手 做什么 但显然 我的安慰起到了作用 如雪不再那么害怕了 成心鸽子说道 就是 这种传承是很神奇的 就像我师父 莫名的在一觉醒了之后啊 就会得到一个方子 你只是明先罢了 成心鸽也是在帮我安抚如雪 如雪平静了 可是我呢 内心巨大的不安 快要把我给吞噬了一样 我不明白我的不安来自于哪 而如雪也明明说出来 出去之后 就会告诉我全部的是什么 可心里 就像有一根隐藏的线 在拉扯着自己 一直拉向那不安的巨大的飞头 我怕我连表面的平静都维持不下去了 会忍不住让如雪 在现在就告诉我 他到底怎么了 可是这时吴老鬼飘过来说道 我说啊 陈一小哥 是有灯的 快去点灯吧 我刚要起身 成心鸽就站了起来 陈一啊 你多陪会儿如雪吧 我跟老吴去点灯 听着如雪的呼吸声 依旧是那么不安 我点了点头 就只说了一句 你们小心点 于是我和如雪 还有老张 就这样安静地在黑暗中等待着 只是一分钟不到 第一盏灯 带着温暖的黄色的灯光就亮了起来 接着是第二盏 第三盏 随着灯光的亮起 如雪的呼吸 也渐渐地平稳了下来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 在沉寂的黑暗中 在不安的情绪 微微地暴躁失落中 那种看着灯光亮起 希望一点一点复死的感觉 如雪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有我在的 我与其坚定地对如雪说道 灯光带给了我平静和希望 我要把这种坚定的心情 带给如雪 如雪 如雪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应我什么 过了好久 她才说道 诚意 没有事情是绝望的 只不过只是选择而已 你要相信我 我就会变得很坚强 很坚强的 我有些不懂这话的意思 可是我绝对相信 她会坚强的 我看着如雪 她此刻眼中 不再是迷茫和不安了 而是闪烁着一种 异常决绝的坚强和决然 之后 她轻轻地离开了我的怀抱 突兀地就变回了那个平静的 淡然的如雪 这种转变让我感觉到 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异 可这总是好的转变吧 我试图把一切的事情 往好的地方去想 这时却听见无老鬼喊道 这顶上有一盏大灯呢 我来点 我来点 我来 接着就传来成心歌的声音 你行吧 废话 我好歹也是活了几百年的老鬼了 触碰一下打火机 那绝对是没问题的 我来吧 我来吧 这无老鬼啊 带着一点小得瑟的说道 灵体不能影响物质 这是常识 但是如果一个灵体经过修炼 精神力特别凝聚的话 可以轻微的影响物质 也就是说呢 可以举起比较轻微的物体来 这个不奇怪 这就好比人体的特异功能 用精神念力去搬动物质 只不过无老鬼还有这个本事 却让我震惊了 一般来说呀 怨气越重的灵体 越厉害 可是精神力凝联 这个就属于鬼秀之路了 莫非无老鬼生前没天分 死后还有鬼秀的天分吗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无老鬼已经飘了上去 开始去点亮这个地方 悬于顶上的大灯了 我看见打火机一次次的亮起 到最后 这个大灯才被彻底的点亮 在大灯和B灯的配合下 整个空间 终于完全的明亮了起来 连那些实质性的黑暗 也被驱除了 之前我有过不安的 毕竟如雪说了 这种黑暗是那种黑虫的呼吸造成的 我怕这个空间一点亮了 我会看见很多很多沉眠的虫子 但事实上没有 这里啊 只是一个巨大的华丽的石室 异常的干净 灰尘都很少 更别说有什么奇怪的虫子了 程兴哥回到我跟前 吴老鬼也飘了回来 问我 而陈小哥 我咋感觉 这 这 这 像一个 大的卧室呢 把卧室建在地下 这 这 这不能够啊 吴老鬼说的没错 这里非常的大 怕是有两三百个平方 事实上呢 也真的很像一个卧室 我清楚地看见 有十颗的精美的书中台 上面 按着一面巨大的铜镜 也有精美的石床 还挂着帘子 只不过那帘子看起来腐朽而脆弱 怕是一碰之下 就会碎裂开了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物件 一切的一切 都表明这里就是一个卧室 而且 还是女子的卧室 和我猜测的一样 我们闯进一个家伙的老窝了 不过 这是很久以前的老窝 程兴哥一听我这么一说 他也说道 是的 他们是应该在地下的 修行的路线不一样 修者 需要都是练一口内心 那是支撑所有的基础 不过人类需要的是灵气 而妖物修炼的 需要的是乐华 是阴气 因为他们承受的主 在很久以前 地下 是有一条条纯净的 阴气集中之地的 不像现在那么难寻了 老窝在地下 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和程兴哥对话 老张却异常紧张地问他 是 是什么东西的老窝 在地下 我拍拍老张的肩膀 没有说话 按照这个路线走下去 如果我们终究是要看见真相 我不能一直地去安慰老张 告诉他这些不是真的 真的看见以后 他可就会崩溃 我沉默着 老张紧张地舔了舔嘴唇 而吴老鬼 则跟着程兴哥 开始四处翻着脚 想找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毕竟这里是很久以前的妖物 进了他的老窝 找有一些价值的东西 是很正常的 可事实上 这里一目了然 程兴哥并没有找到什么 倒是那挂在巨大石床上的帘子 倒真如我预料的那样 一碰就碎掉了 露出了石床的内部 石床上并没有像人类的床那样 还铺着被单 枕头被子什么的 就是简简单单光滑的床面 只不过看着那床面 程兴哥移了一双 然后拿起了一件东西 那是一个卷起来的东西 厚厚的一叠 看起来像是兽皮 程兴哥示意我们过去 然后当着我们全部人的面 打开了这种东西 这兽皮比我想象的还大 铺开来后 几乎是占据了一半的石床 大概有两米长 一米多宽的样子 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瘦皮柔制的 总之是很薄却很坚韧的一份 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东西 我们拿手电罩着 开始以为是文字 但仔细一看 这些曲曲扭扭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我们熟悉的文字 我自想啊 师父就教过我不少古文字 甚至是很生僻的一些古文字 我也认得 但这张兽皮上 密密麻麻的字 我却一个都不认得 这一看之下 根本就是完全的陌生 这让我们怎么甘心呢 就日地下以来啊 一直都觉得神秘和危险 到现在也不敢说 生命就安全 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巨大的线索 有可能就关系着我们的生命 怎么可能就那么轻易地放弃了呢 所以我和诚心哥一边看 一边讨论 论起这方面的学识呢 他也不比我差 所以只得我们两个人来慢慢地研究 这次的行动时间倒还充足 所以磨刀不误砍柴工 我们也不在乎这点时间了 如雪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和诚心哥讨论 老张不懂 干脆呢就退到了一边 掏出了一包压缩饼干 慢慢地吃着 古老鬼早就无聊了 飘到老张面前和老张扯蛋去了 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 诚心哥突然大喊了一声 扯义 我看出了一点门道了 我们方向错了 怎么 看着诚心哥惊喜的样子 我知道这事有谱了 傻呀 我们一直都把这些符号 当成字来研究了 自然研究不出什么来 哪有字是一堆堆的写的 这根本就是简笔画 简笔图啊 诚心哥是大声而激动地说着 他这一说呀 我赶紧仔细地去看 这才发现 这真的如诚心哥所说的 是简笔图 是一幅图一幅图这样连着的 一幅图表达一个内容 根本就不是我们先前以为的 一堆奇怪的符号挤在了一起 接着又一堆符号就挤在了一起 既然认出了是简笔图 那么解读起来就方便多了 可是这简笔图的意思似是而非 想要全部精确地解读 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至少又过了好几分钟 我和成心哥才解读出来第一幅图 那图里表达的意思 让我和成心哥哭笑不得 翻译成语言呢 那就是在以前呢 在这片林子里诞生了一只小狐狸 这算什么呀 讲童话故事的开头吗 可我和成心哥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忽然在这时事里 传来了一阵蒙鸣的声音 滴滴的 让人心底都压抑得难受 那声音很近很近 却像隔着什么一般 我和成心哥对望里 这声音呢 我们听过 就是在如雪敲下 滴对魅心石的时候 听过的 这样的风鸣声 就像刚开始一样 只不过是想过了几秒钟 就安静了下来 我们面面相去 有点摸不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意味着什么 我唯一能够想到的 就是如雪说的 黑虫 可是那黑虫 又在哪儿啊 成心哥快速地收起了 那卷瘦皮卷 对我说道 成一 我们先别在这儿研究了 你不觉得我们忽视了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 这里也没有出路 刚才那声音提醒了我 像是隔着什么传过来的 这里 应该是有暗门的 暗门 这时我也才想起了这个问题 而成心哥 则早已走到了 声音发出的来源的地方 开始悄悄打打起来 我们也反应了过来 赶快去帮助成心哥 去找暗门 在同一个地方 仔细地敲打着 从墙后传来的空洞的声音 再明显不过了 这后面 绝对是有空间的 说不定就是我们的出路 我咋就觉得 这雕刻 怎么不对劲呢 我们在忙碌的时候 无老鬼没事干 东看看西看看 忽然就让他 看出一点问题了 我们的目光集中了过去 这才发现 无老鬼说的那处雕刻 在另外一边 是真的不对劲 这个石室的整个风格 都是华丽而华美的 这个雕刻呢 却像是一个孩子刻上去的一般 比简笔画还不容易 歪歪扭扭扭扭的 一只小狐狸 而且被摩擦得很是光滑 成星哥一下子就兴奋了 他喊了一声 老王 你这次可立大功了 然后他就冲了出去 开始摆弄起那个突起的雕刻 很明显 那个雕刻是可以移动的 只不过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生日久的关系 成星哥费了很大的劲 才推动了一点点 我和老张赶紧去帮忙 只有无老鬼 在那飘来飘去 悠闲得很 哎呀 这不能比呀 这狐妖多大的力气 你们仨这也不够看的 成星哥是憋哄了一张脸后的 你再瞎脸 老子一定让你下脸当苦力 成星这话没说完呢 我们三个也正好推动了那个劲 机关一下子就滑了过去 这时候整个时事内 响起了一阵的疑问 在刚才我们敲打的东北角 一面小墙就跑着 我旁边滑了过去 露出了一个暗门 老张喘息着望着那个暗门 对我说道 我说成一啊 你也别安慰我了 我怎么总觉得 这道门进去之后 我一定得看见什么 了不得的事啊 老张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 我却没接话 看来接二连三的一些事情 让他的心里也慢慢的承受了关 同时我也很诧异 连老张都有这种感觉了吗 是的 在门被打开的一瞬间 我是明显地感觉到 在这门里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是什么呢 我猜不出来 或许会是那些虫子 一想到虫子 我就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如雪 因为集合路上的种种事情 我再笨也能察觉到 如雪在 大概这些虫子就对我们构不成威胁 却想不到的是 我看见的是如雪轻轻地咬着下唇 那一瞬间似乎是在挣扎 那很快这一眼睛就又变得平静而决然起来 是我看错了吗 这种情绪怎么来的 可是再看过去 如雪依旧是那个平静的如雪 至少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的情绪波动 是我太紧张了 以至于到了草木结冰的地步 我尽量地放松着自己的心情 而这时候 诚心哥扶了扶眼镜说道 咱们进去吧 就如人生一般 不管前方是什么 总得继续走下去 我们的脚步声在这空旷的时事里回答 我有意无意地走到最前面 如果是有什么危险 应该是我挡在前面的 在进入那道暗门的一刹那 我首先感觉到的是 刺骨的一阵的阴冷 这不是那种鬼魂出现时的冷 就是纯粹的一种梁 感觉整个人都清爽了几分 这是来自灵魂的清爽 这里 应该在曾经以前 是一个纯净阴气极极的地方 我在心里暗想着 但也只能是曾经 按照现在的这个浓度 是绝对达不到古籍里描述的 阴脉之地的程度 否则就是在 再炎热的情况下 这里都会截出双管 我有感觉 程兴歌和如雪也有感觉 毕竟都是懂行的 而我也越发地确定 如果碧眼狐狸真的存在 那么这里 才是他的真正的修炼之地 老张没啥感觉 他就是觉得凉 至于无老鬼这会儿 已经舒服得哼哼了起来 毕竟阴气聚集的地方 对灵魂是最有滋养的 我的脚下就是向下的台阶 台阶不长 转转的十来尽 就看见是一个怀角 而这里是明亮的 没有那犹如实质一般的黑暗 因为这里的长明灯 真的是长明着的 所以我看见这台阶 也是奢侈的 竟然是白玉的 雕刻的很是惊人 我已经懒得注意这些细节了 只要是修者都知道 玉对修行事非常的好 只因为他能储存磁场 能量 只是感慨这只狐狸 也真是够有钱的 十几节台阶很快就走回了 到底以后的拐角 是一个小小的走廊 不过三两米的样子 上面雕刻的竟然是各种华丽的衣食 我可以理解为这是那只狐狸的另类爱好 可这也让我对这个修炼之地更加的好奇 走廊的尽头是一站很小的门 仅容一个人通过的样子 在门后也透出了温暖的黄光来 这也让我心里少安 我快步地走过去 第一个进入到那个门里 但只是看了一眼 我就惊骇地倒退了两步 直接就退出了门里 在那一瞬间 我觉得自己是产生了幻觉 真的太不真实了 为了确定这不是幻觉 我甚至下意识地再看了一眼 不 这是真的 是真实存在的 我出来后第一个动作 就是拉住老张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欧阳生 只是想让老张别看见 可是此刻老张身体都在发抖 他就站在门后 门内明亮 而我夸张的反应 让他也好奇地去看了一眼门内 所以老张什么都看见了 所以他发抖也是正常反应 这时候不光是老张 就包括成心哥 如雪 吴老鬼 都是惊叉到了极致的反应 那就是什么也不会说 什么也不会动 目瞪口呆的样子 是的 这是真的存在着 我放开了 我放开了老张 再次看向了门内 一只硕大的 比正常老虎还大的白毛狐狸 就握在门内 他闭着眼睛 仿佛只是在安睡 仿佛随时都可能醒来 面对这样一只的存在 我们都不敢动 不是他体型带给我们的压力 而是那若有四无的气场 压得我们都喘不过气 老张几乎是下意识地 就拿下了背上背着的裂脚 手颤抖着 嘴哆嗦着念叨着 闭眼狐狸 闭着眼睛 我我也知道你是闭眼狐狸 老张 如雪按住了老张的手 轻轻地摇头 这狐狸已经是死了 死了很久了 死了怎么不腐朽呢 我带着疑问一步步地 走进了这一洞穴 这应该是洞穴吧 天然的小小的地底洞穴 还有忠辱石的存在 在长明灯的映照下 分外的美丽 那只白狐狸也很美 抛开它那恐怖的气势 它是真的很美丽 一身白毛 竟然还能透出流光溢彩的光芒 是死了吗 怎么死的 死在这里 我老是想起那一卷兽皮古圈 上面的第一幅图 老林子里诞生了一只小狐狸 修到如此的地步 还是死了 这是典型的一种修者 才会体验到的悲哀 我有些吃了 却在这时 如雪沉静地说道 诚意 别过去 再接了就有危险 什么危险 我转过头望着如雪 思维确实不那么太清晰了 这只是本能反应地问了一下 如雪没说话 可是无老鬼在一旁却说话了 那只狐狸动了 动了 它动了 我猛地一转头 看见那只巨大的闭眼狐狸 眼睛一下就睁开 真的是闭眼狐狸 看着闭眼狐狸睁开了眼睛 我脑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我要在这里上演一场人狐大战了 可下一刻我就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只因为那只闭眼狐狸睁开的眼睛 眼珠子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色彩 反倒是有一种死气沉沉的木气在其中 看起来眼珠子都是萎缩的 那样的眼睛我当然是见过 那是死人才会有这样的眼睛 用到动物身上也同样的使用 它就如如雪所说 是死的 可是死的为什么会睁开眼睛呢 我来不及思考太多 就有一双手拉住了我 轻轻的 却不容抗拒的 把我拉到了后方 我说 再进来会有危险的 是如雪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 莫非还能变成一只僵尸狐狸 可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发现那只闭眼狐狸 好像是哭了 因为从她的眼眶里 竟然流出了黄色的泪水 我震惊地看着 之后起码大脑空白了一秒钟 这才发现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黄色的泪水 而是从她的眼眶里 爬出了一只土黄色的虫子 那只虫子的爬出 只是一个开始 接着我看见越来越多的虫子 从这只闭眼狐狸的眼睛里爬出来 一只 两只 三只 接着 那只闭眼狐狸整个巨大的身躯都在颤倒 然后我就看见了铺天盖地的虫子 从闭眼狐狸身上的各个地方 就爬了出来 就如同刹那的虫子的海洋 它真正活着的时候 原形比我们现在看见它 还要巨大得多 我们现在看见它 只是一张受妖狐狸的皮 如雪鸡蟹地说道 语调熟悉 语气却陌生 仿佛这一切它早已经了然了一般 我哪还能来得一去计较这样 有什么比一只 你以为活灵活现的闭眼狐狸 以你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你面前萎缩 萎缩到六块 只剩下一只狐狸皮 要来得震撼 恐怖 巨大的狐狸里面 起码藏了几千只这样的虫子 现在它们全部的爬了出来 只是短短两分钟 就铺满了大半个石洞的地面 如雪站在最前方 和这些虫子相隔了不到一米 要怎么办 又怎么办 我的脑子开始急促地思考 思考要用什么方法去灭了这些虫子 恐怖的大妖都被它们吞噬成这样 我不认为我们的结果会好到哪儿去 这些虫子爬出来以后 感觉有些迷糊 一个个都在地上静止不动 可带到那只闭眼狐狸 彻底变成虎皮了以后 忽然间一声震耳欲聋的叫声 就在石洞里面 响了起来 这是几千只虫子 发出的一声怪异的吼叫 汇绝的意境 如同打在人的灵魂上一般 这叫声我听过 就是如雪敲下第一对面心时候 发出的那个叫声 原来在那个时间 这些沉眠的虫子就已经醒了 那为什么如雪要敲下灭心石呢 我很颓然 我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灭掉这些虫子 唯一可行的是火龙树 可火龙树也不可能瞬间灭掉这么多虫子 难道是跑吗 我刚才一直在搜寻出口 还真被我发现了在狐狮背后 有一个可容一个人爬出去的 黑沉沉的洞口 那个应该就是个出口 之前被狐狮挡住了 可是我们应该怎么过去呢 铺天盖地的虫子已经布满了这个溶洞 我们出去 我小声地说道 就算是面对狼崽子 也比面对这些虫子要好得多 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决定 虫子在鸣叫以后 还没有任何的动作 只能趁着现在 我们都退出来 我第一个去拉老张 却发现老张哭了 我不明白老张在这个时候哭什么 莫非是吓得 可是在下一刻我就听见老张说道 这些了不得的虫子 要是爬出来 咱老林子就完了 完了 我的头皮发麻 想象一下就觉得太可怕了 无无不吞噬的虫子 肆虐在这老林子里 我们这一次的行动 竟然惹出了这样的祸事 可是我已经顾不得许多了 至少现在先保住性命重要 我几乎是用力地 要把快崩溃的老张 拖拽出这个溶洞 成亲哥也明白地在帮忙 至少此刻我这个决定 是正确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 如雪突然说道 不用退出去的 我们可以出去 说完话 如雪竟然朝前跨了一步 一手捡起了一只虫子 放在手里边仔细地打量着 我无法形容如雪此刻的诡异 我放下拖拽老张的时候 我已经决定了 就算是扛 也要把如雪扛出这个诡异的洞穴 这样的如雪 我太陌生了 我太不安了 我快步走到如雪跟前 想也不想 就一把把如雪扛在了肩上 如雪没有挣扎 她只是说道 成医 如果你这样把我扛出去 你最终是打不开仙人墓的 我咬牙不理会 只是扛着如雪朝前走 比起她来 仙人墓有什么重要的 成医 如果你这样把我扛出去 老林子才会真正面对 不可挽回的灾难 这虫子很坚硬 必须用很大的力气 还要借助工具 才能彻底地砸碎 砸死它 而它唯一柔软的地方 是在下不服这一块 它们的繁殖力也是惊人的 除非陷入沉眠 成医 你能想象这样的虫子在 如雪在我肩膀上说着 她不反抗我 只是试图睡一波 我的脚步停住了 只因为老张突然就跪在我面前 就要磕头 外来人是没有办法理解 山里人对老林子的感情的 或许她该责怪我们放出这些虫子 可是她此刻在恳求我们 而我 在听了如雪的话以后 也根本没办法再坦然地走出去 因为这不是我以为 我们出去以后可以再想办法 关键是在于如雪